美国互联网巨头拥有的网络霸权令越来越多的国家忧心重重 连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两大狗腿都在试图反抗 法国则已推出数字服务税法案准备一步步将网络信息管理权收到自己手中 美国的盟友虽然一边抱怨一边采取行动 但推特脸书谷歌等巨头仍然是一脸傲慢 甚至反过来向对方政府施压 脸书前不久就封杀了澳大利亚媒体信息 据说已经和解 但澳大利亚缺乏约束能力和决心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而一旁在旁观战的俄罗斯终于出手 收拾美国网络巨头推特 今天俄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传媒监督局宣布 从3月10日起 俄罗斯全部移动设备和5%固定设备上降低推特运行速度 如果推特再不执行俄罗斯法律要求 该局将封进推特平台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在早些时候表示 有必要监管互联网巨头的行为 西方社交网络平台超出了法律框架 无视俄罗斯法律 这是不可接受的 一方面美国公司念叨着言论自由 且不容别人怀疑 另一方面却突然剥夺了美国总统的网络账号 俄罗斯普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 在俄罗斯境内运营的外国网络社交平台 必须遵守俄罗斯法律 履行俄相关部门的要求 推特脸书 这几年对俄罗斯干下的缺德事不计其数 这本账俄罗斯都记着 从俄联邦通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 自2017年以来 推特拒绝删除违法信息共有2862条 其中2336篇有关教唆自杀 352篇未成年人色情图片 174篇有关制作和使用毒品的方法 另外该局总共向推特公司 发出2.8万次删除要求 绝大多数被无视 可以说俄罗斯对推特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从克里姆林宫 俄外交部 俄联邦通信局同时密集发声来看 这次不仅仅是警告那么简单 而是要对推特动真格 决心来自最高层 一家美国网络公司在俄罗斯境内运营 俄政府部门竟然要向他请求删除有害信息 是否删除还得看平台脸色 不可思议却又如此真实 俄罗斯只是提到教唆自杀 儿童色情 制造毒品等违法信息泛滥问题 并没有提及政治类有害信息 因为前面这些理由已经足以处罚推特了 实际上 推特对俄罗斯最严重的威胁是国家安全 这些年来 以推特为代表的美国巨头 利用其在俄罗斯网络影响力 不断煽动俄网民在各大城市闹事 以配合美国对俄罗斯内外夹工的扼杀政策 推特对俄罗斯的手段 一 以言论自由之名 大力推送有关恐怖主义 极端思想内容 如车臣问题 以及大量涉及俄罗斯政府的谣言 二 以宣传公式为由 封杀一切有关俄罗斯的正面内容 包括限制俄新社 俄卫新通讯社 俄政府部门的官方账号 连俄安全局通知本国民众 警惕乌克兰 新纳粹团伙 MKU成员的信息都被删除 一项自诩以开放包容 自由表达的推特 却对俄罗斯采取如此明显的双重标准 拒绝删除俄方要求的有害信息 叫不畏强权 封杀俄罗斯账号 叫违反规则 就这样 推特居然还在俄罗斯心安理得的运营着 将自己的内部规则 凌驾于俄罗斯法律之上 俄罗斯再不对推特等美国网络巨头 采取有效措施 付出的代价只会越来越大 推特是在2006年进入俄罗斯 当时俄罗斯并没有将网络平台作为媒体管理 当博克兴起时 他还在用1991年的大众传媒法标准 管理非常之后 实际上是无法可依 等到博克衰落时 2014年又推出了知名博克管理法案 结果没什么作用 纳瓦利内这类网红已经在撤离博克了 现在谁还用博克 而獠牙还没有长齐的推特等美国网络企业 则是一副温和面貌 俄罗斯对其又没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 俄罗斯本土网络平台VK也在不断发展 但VK控制者杜洛夫一直与美国存在紧密联络 并扮演了现在著名的反对派领袖 纳瓦利内的保护者 2011年 VK参与了政治运动 声称俄杜麻大选存在舞弊 2012年为纳瓦利内发起的 为了诚实的运动提供支持 201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 及克里米亚事件爆发后 杜洛夫以拒绝与强权合作为由 将乌克兰反俄运动用户大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 后逃到美国 2014年9月 俄首富乌斯马诺夫收购了VK 杜洛夫得到了数亿美元 在美国重新起家 乌斯马诺夫是克里姆林公合作者 这样VK就完成了门户清理 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网络社交平台 俄罗斯现在敢对推特动真格 与VK的存在也有很大关系 2014年乌克兰事件 2015年叙利亚阿勒泊战役之后 俄罗斯才真正意识到 美国网络巨头在社会力量动员上的可怕威力 普京指出 互联网企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殊项目 正在不断发展 在普京发生后 俄罗斯政府开始对大数据采取全面保护行动 2016年12月封杀了领英 领英是职场社交网络平台 它并没有在政治社会上直接攻击俄罗斯 但领英收集到的俄罗斯人才大数据 却保存在美国 拒绝由俄罗斯掌握 也就是说 美国政府可以轻易地利用领英大数据 在俄罗斯杜马选举或总统选举时 归纳出民众的心理需求 政治倾向 再用舆论手段去影响选举结果 这对俄罗斯国家安全而言 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其实对欧洲 拉美 亚洲的选举也是如此 推特脸书则更加麻烦 俄罗斯青年人对他们的依赖性要远远大于领英 2016年美国大选 剑桥一家智库 就是通过脸书大数据 分析出美国选民需求和倾向 再为特朗普量身打造宣传策略 同样 这类智库甚至是CIA 也可以通过脸书或推特大数据 分析出俄罗斯民众在工资 退休金 福利 物价 医疗 教育等方面大致态度 然后为美国的地缘政治需求服务 更严重的是 美国可以精准地刺激到俄罗斯社会情绪点 再通过纳瓦利内等网络大V配合 制造全国性的街头运动 推特本身又具备极强的信息过滤和推送能力 对特定国家有着巨大的舆论影响力 但俄罗斯如果要针对推特等网络巨头制定管理措施 就会受到美国和欧洲的责难 甚至是制裁 然而 美国 英国 法国等西方国家 自己却在不断制定网络管理法案 如英国政府便陆续出台了社交媒体法 数据保护法 隐私法 网络身份保护法 BBC员工还有网络媒体使用守则 美国针对公务员 军人及金融消费者 推出了行政雇员道德准则 陆军社交媒体手册 及社交媒体消费者风险管理指南 法国也有一系列法案 西方国家能做 但俄罗斯不能做 连删除宣扬恐怖主义内容的帖子都做不到 推特却可以任意删除 任何他们不想看到的内容 2019年 数万个为香港警察澄清事实真相 揭露黑豹分子真实随脸的账号 被推特脸书消耗 推特呈现警察画面 与黑豹记者拍摄的内容高度默契 2020年推特脸书 只允许诋毁中国抗议努力的帖子存在 但凡指出西方草菅人命 不负责任的账号 绝大多数都会受到限制 今年在寿江问题上 多少为中国政策澄清的账号 说没就没了 哪怕你用实拍视频 只要是传递幸福欢乐 就不允许存在 俄罗斯网友在推特上 也遇到同样遭遇 更不要说2011年的叙利亚了 因此 俄罗斯这次用技术手段 限制推特的使用 只是开场取 推特脸书 无法无天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欧洲等美国盟友 如果还要进行政治战队 那他们被美国网络霸权奴役 完全是咎由自取 以后也不要再哭哭啼啼 推特脸书 这两个又当又利的老长 四处投毒 却还要装清纯迷惑小朋友 何必对他们客气 在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 网络主权 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推特脸书 已经用他们的丑恶嘴脸 证明了这一点的极端重要性 这一点的极端重要性